大家好,我是启明,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大家知道中共党庆,很多中国人和华人会悬挂中共的党旗和五星红旗 其实这是非常不吉利 在以前的一期节目中,我们专门谈到过这件事情 今天再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在文革时,有位七十多岁的老人,精通医术,银言,算命,面线,批八卦 在当地很有名气 他说,中共愚蠢,不知银言数数 中共五星红旗其实现真黑暗 把现真光明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民国国旗换为五星红旗 星星是什么?星星代表黑夜,现真黑暗 五个星星暗示国家四分五裂,不是吉兆 其实这两天在人民报上我看到一篇文章,非常的有意思 也是关于中共五星红旗的 今天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下面是他们的对话 一位风水先生叫欧言 告诉他的朋友五星红旗不吉利 不易挂在家门口 欧言先生是风水师嘛 他的嘴巴是非常厉害的 那位朋友是幸福了 最后欧言先生说 要把这个棋子在日光之下用明火烧掉 才能驱散邪气 欧言先生前几年在房地产火爆的时候 很多人请他看风水 赚了不少钱 我与欧言先生有一面之交 我们年纪差不多 不明白他为何如此仇视五星旗 不成反线就是不吉 我知道易经的群龙无首之说 这个推论确实有道理 欧言先生接着说 不吉利还不是大问题 从风水上看 其实现在社会上好多东西都是不吉利的 你知道五星红旗的红色是什么吗 是血 我对血旗之说并不以为然 说我们从小就知道 红旗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 当然是血旗 那些冤魂就藏在这旗子上 不会散去的 你把红旗拿回家一挂 这些冤魂都跟过来了 你看不见他们 但他们会控制你的情字 影响你的身体 打扰你的生活 这是我贤起小时候戴的红礼金 我说你会把这个血旗的事情告诉你的顾客吗 欧言先生说 看风水是服务行业 拿了人家的钱 为顾客服务 要负责任的 当然要捡这个事情 别人爱不爱听 是他自己的事 我有个顾客 是个华人协会的头儿 很爱国 家里有很多面国旗 因为好多事不顺 请我看看风水 我看问题就出在这跟他谈了 他没说什么 把那些旗子处理了 后来还挺好 去年十一 他们那儿要搞升旗仪式 每年都得搞的 都是他主持 这回他不去了 他让别人去 说某某某 你帮我张罗国庆升旗仪式吧 那人就去搞了 红旗升了 棒得挺顺利 棒完活动回家 结果回家路上被车转了 欧言先生接着说 其实这并不奇怪 那红旗一升上去 就在下面布下了一个场 血腥而凶险 加上低龄信息 里边的人有些会受这个影险 现役的事情可能就会发生 我说看来这个场很厉害 可惜我们看不见 欧言先生说 一般人看不见 但好多人能感受到 别人都说我风水看得好 那是因为很多时候 我会用第六感 也就是超感功能去感知 所以能发现问题 看得准 因为干这一行 我在这方面就比较敏感 你看中领馆楼顶上天天挂的国旗 我就能感受那个地方的场很不好 那个难受的感觉比别处要前 所以中领馆我从来不去的 开车走那条路 隔几条街我就拐弯绕开 绕着走 不从他门口过 我想到大陆国内的红旗 可比这多多了吧 该怎么办呢 于是问国内这么多五星红旗 还有党旗 这个怎么办呢 人们还怎么活啊 欧言先生说 这个红旗的能量场像空气里面的细菌一样 人们在这样的环境里待久了 也会有免疫力 单位里挂着红旗 大街上飘着红旗 都不是你挂的 你只要不着意去看去险 从旁边走过像没看见一样 那么他对你也不会有多大影险 但是有一点要注意 这个能量场是有吸引力的 他要抓人的鬼魂 你看有的人大老远跑到天安门广场看升旗 五星红旗升旗的那一刻 他感到特别兴奋 特别提劲 第二天还去看 别人都说他真爱国 其实他不是爱国 他是上瘾了 谈到爱国 我想探一探欧阳先生的真实想法 就问烧国旗不是爱国吧 不管什么原因 我们要是真把国旗烧了 是不是应该承认不爱国 欧阳先生的回答比较隐晦 爱和恨是主观一种感觉 随时都可以变的 分水不减爱和恨 分水只看胸和极 胸极是客观的 哪个分水大师看都一样 所以我不能把胸的说成极的 我只能告诉你哪个是极 哪个是胸 要什么你自己选 在中国大陆爱国这个概念很复杂 哪个是国 怎么算爱 牵扯到政治上的问题 说不清的 所以我只看风水 不问政治 但是在你谈爱国之前 要显一显你是不是爱你自己 爱你的家人 妻子 儿女 如果是的话 你是不是应该为自己和家人 创造一个极闲和谐的生活环境呢 欧阳先生是做风水生意的 不愿多谈政治敏感问题 我觉得他在政治上没什么见解 但他风水方面的水平的确很高 根据欧阳先生的分析和实证 我认为家里的五星红旗是一定要清理的 怎么处理的我问 您说要把旗子在光日之下用明火烧掉 这里边有什么剪灸一定要烧吗 可不可以丢掉卖掉送人 或当桌布用什么的 欧阳先生解释 俗话说 请神容易送神难 这儿只怪力乱神 你把血旗一挂 就把他们请来了 终于简 血是阴性的在体内在气 有能量会聚集另外空间的滴灵 这些滴灵有的附到你身上 有的在你家住下 现在你不想要了 说你们走吧 他们听吗 怎么办 就得赶走 这些东西是阴性的物质 怕火 怕上午的阎光 所以我说在光日之下用明火烧 这些东西是你请来的 他认得你 你给他丢了卖了 送人他还会回来找你 何况你也害别人 看来血旗是一定要烧的 朋友们 你怎么看中共的党旗和五星红旗呢 那行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有朋友对我们这个视频感兴趣的话 麻烦点赞订阅分享我们的视频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